欢迎来到T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 在我们种菜种瓜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就是给植物施积肥 但是如何有效地施积肥 还是有讲究的 它涉及到你适用的积肥 是否最大效率地被植物所使用 你适用的太深 植物的根系够不着 那是浪费 你适用的太浅 甚至就是在土层的表面 那也是没有达到效益最大化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一坑挖掘之后 被裸露出来的西瓜根系 在土层当中的分布 来谈一谈如何合理的适用积肥 还有我的一些具体的操作 现在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西瓜的主根 从主根上面再长出一些扯根 那这些扯根上面再长须根 我们看这个扯根 那以在分布在土壤当中 均匀的分布在土壤当中 以这个扯根为例 这一根植根已经达到了菜庄的边缘 那这一个是刚才挖断了 它代表着这个西瓜根系 在土壤当中最深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来看看最深的根系 到了什么什么多大的深度呢 大概是8英寸 8英寸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说你适用的机肥 最好是能够打到这个深度 也就是8英寸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颗西瓜第一层 土壤的 第一层有效的根系 距离土壤表层是多远 我这里是用了这么一个木条 搭在这个菜庄的表面 代表着是土壤的表层 差不多是水平的位置 我们过来看 这个西瓜根系的第一层 有效根系 距离土壤表层 大致是2寸的距离 所以结论就是 你的机肥 应该适用在2寸到8英寸 之间的这个范围 是最好的 下面实际操作演示一下 我是如何我的做法 我是如何根据根系的分布结构 来给下面要种的植物 是积肥的 那我这里前叉是西红柿 刚刚收获了两颗西红柿 把西红柿拔了之后 就把土壤生翻了一遍 生翻过的土壤之后 在生翻的过程当中 也把土壤打碎了 把石头啊 什么虫子啊 捡起来 进一步的就是把表层图案 差不多是表层三到四个英寸的图案 把它切起来 放到一边 我的做法呢 是把它放在这两个车子上面 也可以把就堆在菜床的旁边 那下面呢 要做的就是把你要试的鸡肥 跟余下的图案混合 混合之后 再盖上你对放在一边的这个表层图 那所要的鸡肥呢 鸡肥的主要目的是给下一茬作物提供 肥力提供营养 那还有一个作用 是平时我们不太想到的 就是在你试鸡肥的过程当中 你试用了大量的有机质 是改善了土壤的物理化学特征 使下一茬作物的这个根系发育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 是鸡肥或不是鸡肥的区别吧 在我这里 我这里有一棵非常可怜的西瓜苗 这个西瓜苗是6月5号 我在这里丢了一棵纸 早期还长得还不错的 但是后期你看它就发力了 基本上就是一点生长肩在活动 因为我当时在左边种了一个西瓜 右边是种了西红柿 所以这里就没有生番给它释底肥 想着后面再跟它追逝肥料 等它苗子长起来之后 后面也一直是在跟它 在这个根系的周围 跟它追逝肥料 但是其实对于西瓜这种植物 就不明显 你没有给它释底肥 特别是我们前面也说过 西瓜的根系是比较脆弱的 它没有一个很好的 无理化学特性的话 西瓜的根系它是不能好好的发育的 那我们这里 刚才我这是6月5号 这个是6月25号 这里和西红柿拔掉之后 我也是没有生番 私底肥 就直接在这个技术上 点拨了一颗西瓜苗 我们看就到现在已经是20多天了 这个苗子还这么黄黄的 也长得不大 那我们再来看我同一天 播种鱼苗的这个西瓜苗 这个跟刚才的做法就不一样 虽然是同一天做的 但是这里是前面一颗西瓜 早春的一颗西瓜 拔了之后 我把土耳伸翻 然后跟它施了充足的有机肥 也是在这里已沾了两颗西瓜 我们来看看 这个西瓜的长势 那和那简直是不能比的 可以用天良自别来形容 那我现在展示还是照着网子的 你看这外面还有黄瓜虫 看到没有 我们看看这个长势 不管是种植物的长势 发了新枝的能力 还有西瓜叶片的颜色 都是非常的健壮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特别是对西瓜这种植物 它的根系对土耳的环境 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你在把土耳这种生翻 是机肥 改善了通过 适用有机质到土耳当中 改善土耳特性 对它有极大的出镜作用 那机肥的种类有很多 主体上来说就是各种的腐蜀的粪费 不是化学费的话 腐蜀的粪费 所以一个是要有一定的费力 再一个就是要有能够个土耳 添加一些有机质 我这里的这个是腐蜀的粪费 这个粪费现在基本上像腐蜀的这个兔粪 我们看到有些捕渣渣 有些捕渣渣 这个就是当时我做的这个 提前这种鱼苗土 在我前面有视频说的 我们看到这还有了有 这个有突分在这样的 还没有完全腐烂 但是这四道铁是已经没问题了 它已经不会有烧根的作用 加上我还上面还有一层表层土 且保护作用 一会儿我再说 那这是我差不多这个半块 这个四成四的 我要用上这么一袋 那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些 就是纯有机质的 我前面有视频介绍 T先生的鱼苗土 这个就全部是屋的气部 全部是屋的气部腐烂之后 把它放到田里去 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 当然这里面它也会有一些营养的成分 但主要是改善增加图案的有机质 改善图案的通透性 它的无力化药性质 另外我一般还同时会加一些草木灰 大家知道草木灰是含有丰富的甲斐 提高植物的抗泥性 它同时也改变土壤的酸碱结构 因为我们在种地的过程当中 持续施肥 一般来说是会使土壤双化的 所以是一点这个 利用这个机会吧 给它补充一些这样的草木灰 是对改善土壤无力化学性质 也是有明显的作用的 那下面我就来具体操作了 先是把草木灰薄薄的四上一层 你不用太多 太多了因为你把土壤变得太简单也不好 对我来说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铁线用这个锹 大概是这么两到三锹的这个样子 两条半 那剩下的就是 这就是我这个 我七先生的铁铁铁铁 就是 我熟的 这个屋子去 稍微爬它平 免着屋子切剥它有点点臭味 所以它还出了这个增加土壤有机子 改变它的物理化学特征 它还有一定的水力了 那这里就是一袋这样的 土壤的醋分 当你加了这么多的几袋这种有机子之后 你原来的土壤再放回去 那就选多了 所以说我会把原来土壤 把扔一些到旁边去 先把它扔到旁边 那这些土壤以后又来 又用来做鱼苗组 我前面有个视频介绍鱼苗土 就是 就是我这个现在放进去了 就是把有机水 加上 加上 加上污渡气 再加上 原田土 兑水 40天做成了这种 这种鱼苗土 所以我剩下的 这个表层子 就拿去做 鱼苗土 现在把这些 再加的东西加上去了 那这个时候假论 你平时有几长 这个蛋壳的话 鸡蛋壳 你把它打碎 蛋壳粉 也是可以加上去的 那现在就是把它混 混一下 把它和底层的 这个图案混一下 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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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齿的 这种锹 这个 混一下 基本上就是 你看这个就是 这么一敲的深度 混下去就是 我们前面说的 能够把这个土层的 你看 起码是八九 这种 英寸的 土层 土层 土层的深度 就有的这个 有机质 肥料 就混到这个 土层的深层去了 深度大概是八九个硬起 混好之后呢 我们就盖上一层 刚才我起起来的这种 表层土 我这下面要种的是 胡萝卜 不是马上就种 我现在是把这个地 把它整起来 把肥料削好 然后 大概再干 大概一个月吧 这个地方来种胡萝卜的 所以这个地早点整好 你这湿的这些 有机质 它会继续在土层里面 躲烂 减少它对 植物根系的这种 这种 地环境吧 让它继续的更好的 腐烂一些 但我这都是已经腐烂的 特别是对 你的 还没有 你的腐术肥 还不是那么腐烂 特别是你做的这个 Compost 还不是那么腐烂的话 你需要起早的 把堆到地里去 早早的堆到地里去 让它 给它 更多的时间腐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浇一层水 浇透 把这一层 浇透 特别是对你的 马上要种植物 这个 浇这么一层 一层水 是最上必要的 最上必要的 最上必要的 当然也是更直接的 就是给你下一层 要种的植物 提供水分 像这样浇透之后 像我刚才给大家修的 这种西瓜 苗期浇一点水 后期 基本上可以一两个星期 甚至是一个月 都不用浇水 因为它的根细 在往周围延展的时候 这个 它所遇到的 都是这种实韵的图案 缓冰是很好的 水性也是够的 那而且硬着你 加了这种很丰富的 这种有机子 你也不用担心 你这个时候浇的图案 会是图案板结 形成那种 那种板结状的图案结构 也不会 因为你加了这么 像我这里 这个半 四尺百四尺的这种 菜床 我加了两袋 这个有机子进去了 所以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 不是马上种菜 你这浇的水 是不是就浪费掉了呢 也不是的 因为 我这个浇的水 这一层上面 我会再盖上 两到三 英寸的图案 所以这个水啊 是被 所盖在里面的 然后完了 盖上图案 假的我不马上用 我再会盖上一层 这个屋的气 做覆盖物 进一步的减少 这个期间 图案 闲置期间的 水分蒸发 也是 保持这个图案的良性的 图案化学 无力化学性质 下面就是把这两侧土 再倒回去 形成一个新的 2到3英寸厚的表层土 那这个表层土 还有 对于刚才 适用的鸡肥 还有水分 有个很好的 鎖住的作用 保护作用 那因为我现在 不是马上使用 我会在这个表层土上面 再堆上 Wood Chip 下一个月再种胡萝卜 好的 今天就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